觀眾朋友大家好 午安 歡迎收看璇璣妙散 現場為您請到的是顧得頭顧的劉子玄老師 子媳老師好 子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子媳老師昨天特別提到 這個盤很重要一個問題點 就是沒有量 對 那昨天的沒有量是 其實昨天已經過高 然後又殺下來 然後最後其實量很少 那今天呢 其實你要說它強好像也蠻強 因為它又過高 但又殺下來 那今天這個量747有比昨天稍微好一點 但是呢 這個747到底還夠不夠 我記得子媳老師昨天好像講說不夠 要900多一點 對 至少要900 最差最差一定要900 可是它這樣有慢慢在變多耶 嗯 基本上這還是不夠啦 因為如果你要帶動一個整個趨勢出來的話 兩種可能 美股整個多空趨勢明確了 要不然的話就是真的我們本身的量要出來 可是目前這兩個可能都很難達到 因為兩個是互相牽扯的 所以很難達到 所以這量還是不夠就對了 還是不夠 所以你看今天台股有沒有業障很重 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已經是兩天都過高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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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過高又拉回就是了啦 所以到底後勢怎麼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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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階段你還是回到這個盤整區間 還是不要說太積極的操作 我們反而是想辦法從這個區間裡面去找出我們一個新的波段的機會 慢慢的用我的方法 短短的小小的變成長長的大大的機會 一定要這樣子去創造你的最佳的時機點 要不然的話你操作起來你可能會覺得說很不安心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幫自己掌握到所謂的成本優勢 就是像我們今天每天的漲跌裡面從一找就要開始去找 到底今天的強弱點在哪裡 支撐跟壓力點在哪裡 開盤一分鐘 你開盤一分鐘就要知道這些事情 今天我9272在8點49這裡做多 上來之後在9307這裡 我知道它是壓力 做空 下來 一陣即殺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 我本來想說9300看能不能撐住在那邊震震震 震一下也好 真的沒辦法 量不夠就是會這樣 殺下來 那今天這兩個機會 合計87點 還是很好 還是很好 問問你自己 有沒有辦法在開盤的時候 9272這邊做多上來 9307這邊你知道它是壓力 就這兩個問題 沒有的話看一下我們怎麼做 為什麼我們可以掌握到 高低差81點 最高9322 最低9241 81點 漲跌一面間 你要做多還是做空 一瞬間 什麼叫一瞬間 就是來到關鍵點位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要馬上決定 你不可以太過猶豫 8點49 9272 順勢做多直接試駕單就敲進去了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有方法 知道這裡是一個轉牆的點 所以我們可以進場 進場之後一路上來 一路上來 9307 來導播幫我拉近 開盤一分鐘 8點46分的時候 我告訴你 9307這裡是一個壓力 可以預掛做空 同時它也是我們多單的停力 參考的位置 就這樣 開盤一分鐘 我就知道壓力點在9307 就要隨時注意 要不要做空 或者是說 來到那邊 我們的多單要怎麼處理 9307 9272 35點先掌握下來 掌握完之後 再從9307做空下來 可不可以 可以 你應該要做到的 因為9307 它是一個重要的壓力點 所以一路下來 你應該要掌握到 你應該要掌握到 那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我在9255這邊通知 可以先行平倉 來倒撥拉近看一下 9255 先行平倉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盤勢的變化 所以當你掌握到好的轉折點的時候 先平倉 解碼 目的就是要想辦法爭取更多的機會 5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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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找這兩趟 我們能夠掌握下來 就是因為我們有方法 那什麼樣子的方法 我常常在講 開盤一分鐘運用我的玄機指標 我們要找出轉折點 壓力轉折 支撐轉折 開盤的強弱轉折在哪裡 我們先知道 再來運用我們操作的方法 漩渦操盤數幫我們前滾前 幫我們把好的機會放大 就是這樣 簡簡單單 兩個主軸 兩個主軸掌握下來 開盤一分鐘 找出強弱點 再來操作的時候 運用這個方法 放大你的機會 今天這兩趟 最單純的兩趟 你應該要掌握下來 如果沒有掌握下來 你要思考一下問題出在哪 是不是你沒有辦法跟我一樣 開盤一分鐘 知道轉折點在哪裡 如果不是的話 那問題又出在哪了 還是說你只掌握到幾十點 都沒有辦法跟我們一樣 掌握這種大機會 那問題又出在哪 因為你沒有跟我們一樣有方法 你先問問你自己 有沒有辦法在開盤一分鐘的時候 找到這些強弱點 跟我們一樣 在9272順勢做多上來 循跡指標 再來上來的時候你要考慮 你要在哪邊出場 很多投資朋友 獲利個幾十點 就糟糕了 為什麼 因為會怕 那為什麼會怕 因為觀念錯了 觀念錯了 結果就不會是對的 為了賺那幾十點 停損一大堆 我常常看到 我常常看到投資人都有這個問題 那我一筆單下去 我只會問自己一件事情 25點的話夠不夠 最差最差25點是我的目標 那25點我還是會告訴我自己 到底夠不夠 那我給你的回應是不夠 你一定要想辦法順著這個盤勢 但是爭取更多的機會 怎麼爭取 因為我們有漩渦操盤數 我們有真正的操作方法 知道怎麼樣把小小的獲利放大 開盤一分鐘 我知道壓力在9307 我能不能考慮這一個點 讓我們先獲利減碼 可以 開盤一分鐘 8點46分 開盤一分鐘 9307 它是一個壓力 同時也是我們的多單停利的 參考點 上來 35點 老師好像沒有很多 對 沒關係 機會來的時候 幾百點都有可能 這種故事每天都會發生 重點是你知不知道這邊要做多 你知不知道這邊是一個壓力點 方法 選機指標 開盤一分鐘 我知道這些點位 我知道這些點位要做什麼 那來到9307 我要不要做空下來 要 因為這個點你等很久了 所以你要做空下來 9307 掌握到這麼好的點位 不管怎麼樣 先做再說 9255平仓 為什麼我知道在9255要平仓呢 因為我們今天旋機指標告訴我 39是一個支撐點位 問題是最低來到41 彈上來了 來到55 不管怎麼樣 可以先出了 因為我們要掌握我們能夠掌握的機會 先出 掌握這個機會 52點的機會 掌握下來 9307做空 9255平 52點的機會 掌握下來 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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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更多的機會 方法 璇璣指標 算出轉折 再來運用漩渦超盤數 把原本你只有幾十點的獲利 爭取到52點的機會 這個方法 這個邏輯 學起來 跟著我就能夠知道 這個方法的重要性在哪裡 你不去試著做改變 那你的命運怎麼會轉變呢 你永遠還是輸家 你要跟對老師 跟對方法 才會有對的結果 要不然你永遠還是 活在你自己的小圈子裡面 活在你輸家的思維裡面 堅持只做對的事 每天堅持做對的事情 因為當你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今天 9272做多上來 35點掌握下來 9307放空下來 52點掌握下來 合計87點 不夠 只要有好的機會 只要有這種 可以放大更多機會的時候 我們還是運用一樣的方法 漩渦超盤數 幫你掌握到更大的機會 看一下我怎麼做 機會天天有 機會天天有 每天當充的機會 有都有 問題是 絕佳的好機會來的時候 你已經掌握住了 就不要輕易的放手 10月17號 我在9090做多 這是禮拜一 我在9090這邊做多 接下來呢 這筆單到尾盤的時候 我會流倉 盤中我在9190先行 減碼100點先掌握下來 到尾盤9167我告訴你這筆單我會流倉 那為什麼我能夠流倉 為什麼我敢流倉 原因 因為我有 贏家的操盤公式告訴我 我剛剛9190 100點掌握下來 我已經解碼緩本了 趨勢很明確 很單純 再來 我知道緩衝攻堅多少的時候 對我有利 因為我的實戰經驗夠 合起來 人是英雄前世膽 我再厲害 再來搭配一些技巧 讓我自己的膽識更夠 所以我敢流倉 那你敢不敢流倉 9090做多 上來你掌握到10點 91出場出完了 我掌握多少 來看一下 我掌握多少 10月18號 我提醒我們的會員朋友 續報 因為我掌握到了成本優勢 所以我要續報 為什麼成本優勢這麼重要 因為它是一個好機會 我找的點位都是起漲起跌點 掌握到這些機會的時候 不要輕易放棄 兩天 122點的漲幅 接下來 10月19號禮拜三 我提醒會員朋友 9293的時候 可以出場 除清 因為10月起止結算 這筆單是10月起止 不管怎麼樣 先出場 9293 出場 203點掌握下來 來 禮拜一到禮拜三 203點 一口單 203點掌握下來 你有沒有掌握到 尤其是你口數多的人 你一定要掌握到 不然就可惜了 10月17號9090做多 10月17號當天 9190減碼 100點 先掌握下來 放在你的口袋 再來到10月19號 9293 203點 整個收割完成 就這樣 因為我的方法對呀 我從每天的機會裡面去找到好的攻擊點 好的起漲起跌的點 再來運用我的漩渦超盤數 想辦法把他的獲利放大 機會真的一直都在 重點是 你有沒有方法能夠掌握到這203點 不信嗎 再來一次 方法都是一樣的 邏輯都是一樣的 只要你跟我一樣 有贏家的態度 有贏家的方法 10月13號 9255 我做空 上禮拜 上禮拜四 再來 這筆單到尾盤 我告訴你 這筆單可以流倉 因為我中間在9201的時候 我已經先還本了 我已經先解碼還本 到尾盤的時候 我知道我可以流倉 那為什麼我又可以流倉了 因為我有贏家超盤公事 剛剛是不是講過了 我有贏家超盤公事 一樣的方法 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步驟 一樣的人 一樣的英雄 一樣的方法 漩渦超盤數 所以創造我能夠掌握的機會 多少 165點 到禮拜一 9090 剛剛做多的 我在這邊 提醒他們 空單可以平倉出場 165點掌握下來 一樣的方法 所以你覺得很難嗎 不會啊 10月13號 9255 做空下來 當天在9201 解碼下來 54點 掌握住 再來到10月17號 全部出清 9090 165點 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方法 這就是正確的方法 真正厲害的老師 你跟著團隊有沒有辦法帶著你 做到這些好機會 機會天天都有 問題是有沒有把這些絕佳的好機會 再善加的利用 絕佳的好機會一定要掌握住 你不要只是當天賺那10點15點就走光光了 很可惜啦 還是說你一直在想說 要不要買軟體來操盤 問問你自己 你買那號軟體 你的參數有沒有改來改去的 還是說你的時間軸一直變來變去的 還是你 這個軟體簡單到你根本不會用 什麼叫簡單到你不會用 因為老師沒有教你怎麼用啊 就只告訴你說這邊有買點 那邊有賣點 所以要做哪些動作 我可以告訴你 太天真了啦 除非這個老師 這個團隊他有告訴你 他會開課教你怎麼用 而且把你教得非常的好 那可以買 可以用 問題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買那個幹什麼 浪費錢 你還不如把這筆錢省下來 好好的學習 不是更好嗎 記得 想辦法運用所有的資源 操盤讓專業的來 當衝波段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有興趣 我都歡迎你們想辦法跟我聯繫 跟我們線上人員聯繫 我來告訴你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我們先把時間加完給主播 待會回來會告訴你 怎麼掌握這禮拜的機會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麼更多的一些操盤的技巧 我們稍後馬上回來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貨股票雙震照 騎股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從小我們的夢想者 跑得比別人更快 全包衛SUV All new Vitara 超越野的極限 It's a ceiling It's a ceiling You really loves it 習一粒中年慶 購買紙丁床墊 送高級床架 習一粒 好 歡迎回來 這個老師 這個很多觀眾朋友在問說 什麼是漩渦操盤數 那個是什麼樣的概念啊 怎麼樣把大家的勝率提高 是不是 然後把那個獲利放大 對 沒錯 基本上其實很多投資人 常犯一個錯誤 就是只掌握到一個 小小的機會幾十點 但是其實他買進的點很棒 他買進的點很棒 只是他就是沒有辦法堅持到底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要運用這個漩渦操盤數 把自己的獲利機會再放大 因為掌握到機會了 不要輕易放棄 所以子萱老師會教大家 對對對 我來告訴你們 其實你想要成為一個長期贏家 來一個秘密 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只要做一件事情 觀察你身邊有在操盤的人 你看看這些人 他們不喜歡做什麼事情 你就做那些事情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輸家 他們做的事情都不是正確的事情 那他們不去做的事 是不是就可以變成贏家 所以有時候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你把這個觀念改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每個禮拜 每一天都有機會可以掌握下來 想辦法去做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來 禮拜一 179點 禮拜一從這邊放空下來 從這邊做多上去 179點 再來 禮拜二 做多做多 67點 禮拜三 比較少 25點 當天台紙棋結算 11月起始 沒什麼波動 好 禮拜四 做多上來 做空下來 99點 這邊還追空一筆喔 再來 今天87點 就這禮拜就好 來你告訴我 這些機會 你掌握到多少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掌握到 因為我們有方法 再來 我們做的事情都是 一般輸家不喜歡做的事 因為他們做不到 會怕嘛 那會怕怎麼會成為贏家 好的機會來的時候不敢做 當然不會成為贏家 然後停損的時候不停損 那停損都幾百點了 我有時候都很好奇 那停損幾百點了 你還操作幹什麼 你完全掌握到錯的 觀念了 跟我們一樣 用對方法 每天都有好的機會 可以掌握到 再來運用我們的技巧 把獲利放大 機會看到了 要去做到 做到了才有機會得到 這三個步驟 學起來 看我節目 你只要知道 我會用我的多空螺盤 判斷整個趨勢在哪裡 因為這樣會 讓我知道這筆單要不要流倉 再來玄機指標 找出每天的強弱轉折點 在哪邊 再來最重要的 你要想辦法運用漩渦超盤數 把好的機會點 繼續放大 多空 不重要 跟上多空的變化才重要 為什麼 來 你自己想一下 過去有多少的大公司 比如像什麼Nokia之類的 以前手機 大家都用他的手機 現在咧 現在 年輕人還有人知道那手機 名字叫Nokia嗎 為什麼會變化那麼大 為什麼一個網路普及之後 會差這麼多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跟上變化 所以跟上變化很重要 對我們操作來講 就是要跟上多空 跟上多空你就能成為贏家 要不然你就跟Nokia一樣 最後就消失了 記得跟上多空 然後運用我的方法 想辦法把好的機會 每天好的機會把它放大 10月13號 9255 做空 到10月17號 9090 出165點的機會 掌握下來 10月17號 9090 做多上來 到10月19號 9293 出清 203點 掌握下來 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 漩渦超盤數 掌握好的點位之後 想辦法把它放大機會 來 問問你自己 你敢不敢流差 不敢 為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導致你今天不是贏家 所以你要把這個觀念改過來 你要讓專業的老師來帶著你 怎麼學會你不敢做的事情 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好像 我有一群上過我技術班的投資人 他們的理念很棒 真的就是掌握多空變化 所以 最近大家都在探討 盤整不好做盤整不好做 我告訴你 他們就喜歡盤整 為什麼 因為盤整盤得越久 未來的多空力道出現的時候 會越強 方法 盤整盤 讓他盤沒關係 我只要跟上多空 只要最後的結果出來了 我跟上了 再想辦法加碼上來 是不是贏家 是 那你問問你自己 你喜不喜歡盤整 不喜歡嘛 所以你會是輸家嘛 為什麼 因為你不喜歡的事情 人家贏家都拼命的在做在學 這就是觀念的差異 這就是觀念上的差異 再來還是提醒你 不要再問我說 軟體要不要買這種問題 很多人都喜歡問我說 老師要不要買個軟體來用啊 什麼什麼的 不用 先問問你自己 你買軟體要幹什麼 喔 電視上大家都在講 那你更要懷疑啊 理心一點 懷疑一下嘛 那那套軟體真的可以嗎 你有沒有去上過他的課 他有沒有教你怎麼用 沒有的話 不用想 除非他說他會教你 教到你會 教你說怎麼運用那套軟體 喔 那不錯 優秀的老師 那如果沒有 真的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你電腦的記憶體空間 讓你的電腦跑快一點也好 裝了一個東西在那邊 然後你不會用 你不知道怎麼用 幹什麼 所以 買軟體 不見得有用啊 人腦 當下的盤視狀況 是 當下 就該做好決策的 軟體那是事後跟你講說 那很棒很準 不準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拿出來給你看 沒有嘛 記得 超盤 一定要想辦法跟著一個專業的老師來做 因為只有這樣 你才有辦法掌握到波段當充的每一個好機會 不交給我 交給誰 有興趣 了解的 跟我們線上人員聯絡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玄機妙算 我們下個禮拜一見